吉隆女中 跆拳道选手在台上展现功力 下一秒却跳起了红红舞群 还有动漫社也来尬舞 用舞蹈展现学生的青春活力 全力打造 友善校园 金融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警察局 卫生局等单位 共同宣誓反毒反黑反霸凌 要让学生安心念书 包括市议员何淑萍 校外会等单位都到场 用行动表达支持 这种我们上任以后 我们只要对于 有学校有食安的问题 或者是有校园霸凌暴力的问题 我想我们都是很积极的面对 尤其是对于校园的暴力 我们绝对是零容忍 目前有发生两起大家所知的案例 发生问题的这些同学都要经过我们长期少年队的辅导 所以表示说我们要让这些同学有深自反省 跟这个自己改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务必要能够落实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然后打造更好的校园环境给大家 非常感谢我们县市长上任之后 非常的推动一些友善行人 友善校园的一些活动 那今天我们在零容女众这边 办一个反毒反黑反霸凌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在这边是绝对支持反霸凌的 因为在这个我们比较单纯的校园环境里面 希望能够就是说 在这个健康快乐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 我们绝对对霸凌零容忍 宣誓大会前 市长谢国良和学生们说明 市安府积极处理校园食安及校园暴力问题 尤其是校园暴力绝对是零容忍 假如你伤害了其他同学 那你要面临的可能不是一次市长的责难 而是一年每周五下课的辅导 那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吓阻 更多的校园的这些暴力在学校进行 所以拜托同学们假如真的有情况 可以反映给这个校长 可以反映给我们教育处 我们一定会最积极的态度去办理 另外我也恭喜今年的三位同学 要透过这个视讯跟伯克莱分校的 电脑计算学院的RORAL ACADEMY 来共同上课 这是给美国顶尖高中生 在预备进入顶尖大学前所学习的重要课程 那我在去年九月去美国的时候 把他顺利引进到台湾来 那这个来到基隆 那二月二十四号开始上课 可是伯克莱只是我们引进的第一所学校 我们会引进更多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季节所有的烟毒以及黑社会进到我们校园内 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有些学校产生这些霸凌的意外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遗憾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来预防 来防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在校园里面产生 然后还给我们学生能够一个友善的一个校园 市政府透过活泼的宣誓活动 邀请学校数百位师生一起参与 让学生更明白校园要友善 就要从每位师生做起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道